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都吃什么来着 所以这会儿一会儿都要吃炸鸡喝啤酒对吧 趋势啊 那趋势是可以借我也借啊 麻雀的雀本来挺好的 底下是个锥 上面是麻雀的头 但是你非要用那个蛲来代替麻雀 那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蛲已经说过了 是那个曹操喝酒的杯子对吧 那跟麻雀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就是要同意去借 我们说那个通甲啥意思 是容易把那个凡兰的字去借一个简单的 那是鬼话了 那个麻雀的雀饼 这宫觉得觉得要简单 更要命的是这个字 看了没有 这是早晨的早 早晨的早怎么跟太阳有关 是挺好的对吧 这个早一看就知道了 是那个跳蚤好对吧 底下有个毁 那个跳蚤上面是个手 那个手仰啊抓啊抓 那个是很没问题的跳蚤 那你看那先秦大量的书里面写这个早 到了汉书史记还说早晨也用这个早 早见项王还用这个早 这叫什么呢 用字通甲 我常说我们先秦著作难读 就是瞎写错别字 这叫写别字 写别人的字对吧 你字本来有自己的意思 结果你要写别人的字 写出来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就把字的这种规定性给搞乱了 那么乱的一种情况 我常常讲这个 这个乱派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现在QQ上随便写字 我曾经说了 我们现在就QQ里根本就 有时候是打打一 比如说顺着一二三四 随便点一个那个字上去了 反正上去了 对方也认也知道我要说什么 知道说什么就不改了呗 我说哈 只要我们今天全国QQ里边所错的错别字 一天 到了一百年以后 像我这种人来研究它 大概要类似一百个 你想是不是 它瞎错 我们先情就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甲戒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 它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造字的甲戒可以 它在用字里拼命乱戒 就形成我们说的通甲 我们把通甲这个道理录明白了 我们就好了 如果这么通甲下去 我们的汉字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 就是一团糊涂 我们有可能汉字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就走向了什么呢 走向了偏音化 有可能 西方的汉字型为什么到后来偏音化了 因为最后它的字型只表示意思了 只表示音不表示意思了 我们四大古文字过去都是象形开始的 汉字一直保到今天 那汉字是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的说法是这样 这个汉字啊 它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形象的阶段 那个字都有形象 有比翼 刚才说了象形有意思吧 只是 我只是在那个象形的字上加符号 对吧 会翼 我只是把两个以上的符号合起来 对吧 这个都有形象的 都是字上可以看得出比翼来的 那这一个阶段我们说非常好 我们把它叫做 它的区别率很好 因为我造一个字你就知道 我跟别人不一样 有特点 但是它的表达率不高 你每一个字造汉字多少 我们汉字多了十万个意思 你造十万个汉字还得了 这不可以了 所以它的区别率高 但是它的表达力不够 怎么办呢 那就假借啊 我造不出这造不出 我同音借一个 先有词嘛 它借着借着借着以后 所有都借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什么状况 我一个音 一个字形 可以表示五个意思 可以表示八个意思 这叫做表达力提高了 但是乱七八糟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这个书里头是念什么 对吧 到底是末啊还是末 是吧 到底是分了还是分 搞不清 我们这叫做区别率降低 那区别率降低 和这个表达力降低都不是好事 它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必须要控制这个汉字 它这么样的假借下去的这种泛滥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要走向一个新的造词方式 这个方式叫做行生 行生阶段是啥意思呢 是左边是 一般是左边是行 右边是生 所以行生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行生是 行生者以事为名 取辟相成 将何事也 行生是什么意思 是一边是明 一边是阴 取辞为名 比如说江和河 所有都是河流 河流就是水 那我以水作为它的明 就是作为以事为明 但是它的阴是什么呢 那个江跟这个功的读音差不多 我们今天广多人还说 江是念刚的 是吧 是这样吧 粤语还念刚 那么水刚的刚 还是从这个功之旁的 对吗 所以刚和江是音差不多 好 那一边是行 一边是生 这一配合起来 音也有了 行也有了 我一看这里不会错 这个跟工作的功没关系 是吧 在这里是跟水有关系 那河也是 河跟渴的音相似 那么它是一条水 所以左边是行 右边是生 那么 行在这一边 左边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相行指示会议 对吧 生的这一边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假戒 是不是 它把相行指示会议的 形象阶段的优点 放在了左边 把假戒的这种无限扩充 放在了右边 所以同身符 同功的身符的字 可以有一大堆 所以可作身符的字 也可以有一大堆 我们叫做 左边表现了这个 相行指示会议的区别 特点 生的这一边 表现了假戒的那种 表达能力 兼顾了区别率和表达率 所以形声 是我们说的 最优化的汉字结构 汉字一直走到 形声制了以后 就形成我们国家 最优化的一个 汉字再生的一个方法 正因为这样 我们汉字没有走向拼音化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甲固文 甲固文的形声制 已经占了27% 到了许胜 到东汉的 秦汉的时候 形声制占了80%以上 它可以无限再生 这样子呢 我们找到了 汉字的这种规律了以后 我们汉字再生的时候 它的意 它的形 到最终 我既表了音 又表了形 我又无限的可以生 而且也不打架 区别力和表达力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汉字 走了一条最优化的道路 这是我们 一定以为骄傲的东西 好 那我们看一看 许胜的时候 这个汉字9353字 就有7697个 它80%上都是形声制 我们这个形声制的这种结构 它可以分成六类 一类叫左行右生 左边是行 比如江 左边是水 表示行 右边是公 表示生 这个论 论语的论 或者叫论 左边是言 是吧 用言语 右边是讯序 就是那个逐简的讯序 是吧 所以它是论语论语 那个论语不能念论 为什么 论语论语的语 是老师和学生对话 交叉 那个五是交叉 对吧 那个论是啥意思 论是按照一定的讯序排列起来的 讨论问题的那个东西 所以不能念论语 不是一个 不是 我们要讲清楚 这些字形就可以搞清楚 一个是右行左身 比如说这个 斑鸠的鸠 斑鸠是一只鸟 对吧 那它鸠是它的身符 这个弓打的弓 那边是反门旁 反门旁手拿鞭子棍子 左边弓是声音 是吧 这样是左行右身 上行下身 比如说汉字的字 字跟子生同 是吧 行身见会议 上面是房子 下面是儿子 这个井 井设是什么 金是金冠 我们知道 金城的大建筑 太阳照着金城的大建筑里 这是风景 还是影子 所以日头坐在金上 会投一个长长的影子 这个字 后来在井子的旁边 加一个山片 实际上这个字 就是一个 可以见得 有这个句子为证 我们说 过情论 迎娘而隐从 是吧 前一句叫什么 云和而响应 迎娘而隐从 写得多好 那个响字 左边是口 右边是声 行声字吧 右边是像 像是方向 那个口是声音 什么叫做响 响者回声音 我一说过去 那个声音打回来 是有方向的 回来的声音 这叫响 什么叫影 那个日头坐在金上 它倒下来的影子 那个影子是飘动移动的 所以加三片 三片的意思是移动的 过去不用这个 所以迎娘而隐从的时候 不显得三片 你不能说迎娘而紧从 为什么 什么东西跟你最紧 你的影子 什么东西回呼你最快 你的回声 什么叫做影响 说这个老师对我有影响 什么意思 你像他的回声一样回答他 你像他的影子一样跟从他 所以他对你有影响 你弄懂了没有 没有 这些行声制度非常好 行声制的右边 你别看他不表示意思 他好多时候是表示意思的 左边是意的内 右边是他的身 而且肩表意义 非常好 这些字形造的 看到没有 这边你看这个下行上身 这个婆婆的婆 下边是女 上面是波 是吧 忘记的忘 跟心有关 上面是身符 贡献的贡 什么叫贡献 你做了弓必须给人家钱 对吧 所以背在底下 弓在上面 这是外形内身 你比如说这个阁楼的阁 这两个都是阁了 还有这个门扁的扁 还有这个中心的中 这个中心中最好了 什么叫中 中是一种 以上一点 这个衣服的衣 这不是衣吗 这个衣本来这是袖子 这是袖子 这个衣这么一砸 这是衣服 是吧 这个衣服 你看 它写的时候 你说这个衣 你要是这么写的能 多难看 这个字形多难看 汉字它要讲究 结构的对称 它是书法呀 所以它光照了不说 它还得要写的好看 所以这字啊 它把这个中放进来了 多好看 它很稳 看到没有 同样的 这个字是 认识吗 不认识 这是什么 这个是表 我们说的表现的表 这是衣服 毛巢外是表 那个衣服里边是里 我们表里三合 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都简化了 是吧 都是 那个衣是上下结构 那个身符在中间 什么叫中 中是中医 中医啥意思 内衣嘛 所以为什么叫内衣 中心喜欢人家 中心足愿人家 那不是假的 那是发自内心的 明白吗 这样的一些字形 我们来看非常好 这是外形内身 还有内形外身 比如说这个吻 吻啥意思 从耳门身 这个I是从口 衣身 这个衣上下 看到没有 这个风是从从繁身 这些字形 就是里边是形 外边是身 这些结构 它是根据这个字形的稳固程度来放的 但是它总有这个原则 形身字一部部分表现一部分表身 这个就形成我们 汉字大多数结构非常好 还有一些结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们需要来讲一讲 你比如说 有些字形是很麻烦的 你比如说 这个字 会写吧 什么字 隐 隐是什么字 形身字不 什么形 什么身 隐是什么首先 和苗的那个尖尖 这不是和苗吗 这不是和吗 和不是卖穗吗 卖穗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 这是隐 隐有两个意思 脱颖而出 知道不 什么叫脱颖而出 一袋子麦子 在前面有新麦子 那个茫茫 放在哪里 装了麻布袋子 你什么东西也出来 那个尖的东西出来 这叫脱颖 明白吗 还有 那和当它长出 那个颖的时候 它是 那骨子快成熟了 叫心颖 看到没有 那个颖叫心颖 但是这个字形 是怎么造的呢 这个字一看都知道了 这个字应该是 从和亲身 要写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要这样写 就不 违背了汉字的这种 构架的方块形状 宽了 把它搬上去了 你说叫什么形 什么圣 所以它有特殊的一种情况 它是为了好看一点 这种结构 汉字的形身 这种结构 是有好多种的 你看吗 这些字都这样 比如说这个听 这个人是身符 庭 实际是庭 是身符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 碧玉的这个碧 谁是身符呢 这个白是身符 看到没有 这个宝贝的宝 是哪是身符 是这个否是身符 看到没有 你看啊 一个房子里 既装的有玉 还装的有被 是吧 然后是在哪里装着的 那里面是罐子装的 有人说 其实这个否既是罐子 又是什么 又是身符 这些特殊结构 能帮助我们去分析 用这样的一种结构 我们把所有汉字的 形身字的结构 都讲了 好 下面要说的问题 是更复杂的问题 汉字到底是怎么造的 我们看看 它怎么个形身法 先说这个字 是父亲的父 这个父亲的父 是什么东西呢 父亲的父 就是斧头的斧 什么叫斧头的斧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父亲的父 已经说过了 这就是最早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是一个石斧 森林里出来的时候 那个篮子 手拿着一个石斧 逢山开路 那就是最早的父 那个父还不是你爸 那个父是谁 是一个家族里边的领头人 对吧 这种人 当然就是帅哥 那肯定是 最有武力的 最有力量的 当时大家崇拜的人 这个人 如果加了一个用 是一个有用的人 这个用已经说过了 甲骨里边的那个 骨灰板被用了 对吧 所以在腹的底下 加一个这个用 上面这是腹嘛 就是这个腹嘛 下面这个是用嘛 这个字 就是斧 斧是什么意思 有两个意思 展开 斧头的口是展开的 还有一个意思 漂亮 美男子 为之斧 所以杜斧 是什么 子美 斧就是美 听懂了没有 所以古人说 中山斧 什么斧 那就我们今天说的帅哥 美男 这两个意思 它要弄出很多意思来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字形 如果底下 斧的底下 这个斧的底下 它加一个寸 这个寸就是手 就是把那个东西展开 所以这个斧 就有展开的意思 所以你看了 补 补 这个 普 还有这些 所有的这些词里头 都有一个展开的意思 你看 变成了这个形状 这是第一代形成字 这个形状是第二代形成字 加了手 这是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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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博 就是这个字形 变成了第四代 为什么叫博式 它的知识是要展开的 要广博 是吗 博式是要知道很多的 才叫博式 对吗 五金博式呢 当然知道很多了 这个是谱 是吧 那个草叶子长得 仓谱 仓谱的叶子是铺开的 对吧 这没有问题吧 然后下边的这些字 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字形 到了这里 又变成了第五代 这第五代 这个薄 薄的草字头是什么 底下是铺开了 这是水旁边 这底下有寸 都是铺开 然后加一个草 薄的意思过去是破 破的意思是啥意思 说文说 你莫相破处也 这边是树林 它不断地往边长 长着树林和草地相接的地方 是你往这边 我往这里边 两个是靠近的意思 所以叫淋漠相破处也 实际上就是这个破 所以这个我讲的最多的就是 东风厄欧 欢情薄 那个一定不能念薄的 要念破 最少要念破 是短处的意思 不是薄的意思 那路由和唐婉的感情 生着呢 生着多少年以后 还生着呢 怎么叫薄来着 它相破处以后 它愿望边斩 斩了以后 再有薄的意思 后来的意思 但在这个词里面 绝对不是薄的意思 是短处的意思 知道吗 很快就没有了 才叫欢情薄了 好 这个薄如果再往下 还又加 你看又加 加个石头 哇 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 我叫我这里写的 有五六代了 形成字可以 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走 它越造越多 不管你造到哪里去 你这个身符 跟你这个本质的意思 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我们断与财的 说完几支书 我上一节课介绍了 就是这样的 你去看它 它总是从音上的角度 去找这个词之间的 这个语音的联系 你才能够把这个意思搞懂 不然你就搞不懂这些字 到底在讲什么 你可以见得 见得多了 你比如说这个小 小是三点 这个少是四点 不就是在那里画几个点吗 甲骨里画三个点 或者画四个点 有什么差别 就表示小点点 开始表示小点点 这个意思是个笼统的意思 后来人家发现不对 那个小和少是有区分的 小和少有什么区别 现在来讲 这个词译有什么区别 音差不多 一个是什么 一个表示数量 一个表示什么 面积或者质量 对吧 它是有区分的 它区分了以后 这个字形越加越多 这个少 后来就造越多的字 你比较这个销 销上面是小 下面是肉 我们叫销像 销像 说完说销小肉也 啥意思 你爸是个大肉 你就是小肉 你是他生出来的 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要不对你爸 不销叫做不销子生 听明白没有 你不像你爸 你造的一个像 那个像不像你 那就不叫销像 像你才叫销像 听懂了吗 所以好 你是个输小的医师 那加三点水 你就销下去了 对吧 销售销售 你本来一堆货物 你买走了 我就减少了 对吧 诸如此类的 我们越来越多 这个木顶上叫烧 这个河边叫烧 这个销 销苹果 你把它销小了 诸如此类的 那么一下去 一代一代的 跟着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从小 从销 从少 都是这样 木字旁一个少 这是秒 三点水一个少 这是沙 沙是河边的小粒 如果角尸旁 这是个 那个直部的沙 那是布里边 最小的部分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秒 木旁一个小 是四粒不够 不够以后 你再加个三点水 就变成秒茫 秒茫什么意思 苍苍茫茫茫的水 你看不清楚 对吧 诸如此类的 我们这么下去的时候 这很多字就形成这种状况 形成好多这样的意识 我们说过 从阳的字 都会有吉祥的意识 当然有人抬杠说 万老师 那从阳的字 都有吉祥的意识的话 那阳是不是吉祥了 这种情况就是 纯甲界了 这种情况也有 也有抬杠的 比较功 所有工作的功 你看 那个凡从功的字 都有人功的意识 看到没有 功打 你要做功吧 你贡献 你要做功了才能有钱给人家吧 水刚是人做的吧 做功才有吧 没错吧 又有抬杠说 老师长江是你做的吗 这种情况我们说的 纯粹的甲界 对吧 那就戒因了 就分成两类 一类叫身符有义 一类叫身符无义 身符有义的 我们把它叫做同源 身符无义的 我们把它叫做 纯甲界 看到没有 这样子我们才把 所有的汉字 有多么多么的多 我们都能够把它总结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 各种身符的这种表意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细细 你比如说 这个琴字 一看就知道 左边是心 右边是青 青是什么呢 下面是井 井是挖出来的那种颜色 这个颜色像草的生命一样生长 那琴是什么东西呢 琴是心里面生出来的青草呀 是吗 那一定是充满着活力的呀 你说你那个琴是个哭的那友琴吗 它一定是有意思的 看到没有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能看得见 这个恭敬的恭 上面不是供吗 供是啥意思 两个手拿着一个杯子 杯子里有酒供别人吗 你心里拿酒供别人 那就是恭敬吗 是不是 那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去看它的关系 我们对汉字的这种 我们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是吗 那么好 从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说这个文字的这三个阶段 我把它叫做 先形象阶段的象形指示会议 然后甲介阶段的借音 然后形声阶段的优化 那象形阶段的象形指示会议 它都有形 我们叫有笔有意 比有意的这种状况 就是说一个意思画一个形状出来 它是区别率很好 但是它表达力不够 因为有一些是画不出来的 那么好 表达力不够怎么办 就同音见用 一同音见用以后 一个字可以表示很多意思 表示得越多越麻烦 一个人兼了七个植物 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干什么 所以它的表达力高了 它的区别度就少了 那么这两个各有麻烦 那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各取它的优点 所以我们说 会形象这一块 我们把它叫做形 甲介这一块 我们把它叫做生 那生就是阴 那一边表形一边表阴 而那个阴经常兼表意 这样就形成我们无数的形声字 我们的形声字是生生不细 我们刚才讲到七代八代 都可以往下造 今天再造都是这样 你想 一直到比较化学元素 这是最新产生的吗 所有化学元素 你很想就很简单了 气体的都加个气对吧 矿物的都加个晶 有区别吗 很简单的都是新造的对吧 那不就是一个新 这是汉制可以无限的 这种扩展下去的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它能够足以用这些方法 用六书的方法来表现 除了这三大阶段的五个造子法 还有一个叫做转住 这个转住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老 这个是考 我们说过了 这个一个长服 胡子驼背的 手拉个拐杖的老人 这叫老 这个人的拐杖往里叫老 这个拐杖往外叫考 过去考者老也 老者考也 所以叫做见内一守 同意相受 他们都是一个手 然后呢 他们一时可以相互训 考老就形成我们说的转住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到今天 考老还有别的吗 有好多人说 别的也是考老 也是转住 但我们到今天为止 就只许盛说的 这个考老是这个样子 别的都不可能有这个样子 所以考老没做出 造出新的字了 这造出了这笔 考和老两个字本来是一个 后来分工了 活的叫老 死了叫考 是吗 我们说过了 死人才叫做受考 活的叫老了 那老和考有啥区别 没有区别 是使用的区别 他造了字吗 没造 所以说六书 相形会议 指示行生 转住假介 那个转住完全忽略不计 虽然研究的人很多 但跟我们使用没有关系 我们记住这三大状态 形象阶段 相形指示会议 然后呢 假这个阶段 试图行 读音化 接着接着戒乱了 戒乱以后 要把这个乱给置回来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叫做行生阶段 一边表行 一边表生 那个生 兼表异议 这个实践 什么时候完成的 我们已经说 从甲骨时期 就27% 那意味着是什么 殷商时期 这个造字方法 就被我们汉人找到了 那个时候 西方的文字 还没有 没有全部的 拼音化 假如我们比 跟他们一样走下去的话 我们就走成了 今天都ABCD了 但是我们汉字是 唯一一个 几千年以来 从来没有断过 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 它永远不断 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印度的 这个 我们知道 梵文的教 从那个 那么早 从汉代传的中国来 我们的佛教 那么兴盛 结果人家那里不信佛教了 人家现在全部都是什么 人家是印度教 跟那佛教一点关系 佛教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 这么兴盛 兴盛完了以后 我们最后变成禅宗 禅宗传到日本 日本现在的禅宗 兴盛得不得了 那好多文化都断裂了 但是我们就没有断裂 中国的史观文化 我们的历史 一直追溯到过去 我们过去说 夏商周 基本上那个历史 已经说是没有记载 说那个史记胡说八道 过去有一个遗古时代 五六十年代 西方的这个学问进来 现在我们越来出土的东西 越证明 史记说的就对的 基本上都是对的 取胜的解释 基本上都是对的 为什么 有证有误证在那里 我们要走出遗古时代 把我们这个文化 传统的文化 从我们夏商周 一直到今天 它的一脉相承 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汉字 那个汉字 它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你怎么想一想 你要跟广东人说话 你跟那个福建人说话 怎么也说不清楚 第一 这都有这个经验吧 你要是一到五大来 一个北方人 突然跟你的私友 是一个广东人 两个人见面 半天一句都听不懂 听不懂怎么办 写字 你写就清楚了 你知道不 不管你发到哪里 写就清楚了 为什么 汉字它一直是传统下来 不管你的方言变哪里 都是以汉字为中心的 这是我们汉字 伟大的力量 那么汉字怎么去表现它 怎么去把握它 我们说这两个是最关键的东西 一个是汉字 就五百四十不熟里边的 四百多个字根 一个背熟了 一上四三 王玉爵 七十滚车 潮热魔 小八变半 流利高 口侃喧骨 走直播 不止政治 说事情 你给我念会了 那汉字的基础都有了 完了以后 你用六书的方式 去把这个基础的汉字 怎么去伸出 一生二二 三三 三生万五 一代一代的新生字 你就统统都掌握了 到这个程度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才基本合格 不然你就不合格 你念你的名 到现在你还不知道 你名字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你会羞愧 是吧 我们应该是这样 我们是堂堂武汉大学的学生 大学生毕业 你念你名字是什么意思 你都不知道 你下回见着我 你会脸红的 我们课就讲到为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